七針 八針 七針 十五針 夫人左臉还包着厚厚的纱布 因为被歹徒割了两刀长长的伤口 想到前一天的遭遇 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我还想在乞串 我从老家出去了去买煮饭 他还比较讨厌 我都说要二十万 我说帅哥 我没有二十万给你 你买我给你 我没有二十万 十八号下午四点多 夫人办完事情回家 准备煮晚餐 到门外开瓦斯后 竟然闯入一名蒙面歹徒 带着全罩式面罩持刀 胁迫妇人要求二十万块钱 甚至到厨房拿胶带 捆绑她的手脚 过程当中 妇人一度想掀开歹徒面罩 却被用刀割伤左脸 妇人自行就医 妇人哀求跟歹徒讨价还价 最后说好给十五万 趁着歹徒翻箱倒柜时 妇人趁机从后门逃脱呼救 歹徒最后只拿到一万八现金 就快速逃跑 妇人自行就医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但昨点上两道伤口 分别缝了七针跟八针 也怀疑歹徒可能是认识的人 案件发生在十八号下午 屏东县方辽乡 当地民风淳朴 却有谋面歹徒 尾随闯入家中 让其他乡亲听了 也人心惶惶 检方目前沿路调阅监视器 也清查妇人的交友状况 要赶紧揪出可恶强废 街上春华评讨报导